我想問局長,你說到這個新高中學制特別 通識科這麼好,有深厚的教育理念支持 又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能力,評價這麼高 那你會不會發通告要求政府高級公務員支持你 那些子女不要去讀IB,不要去留學 留港讀你的通識科呢? 因為我知道你教育局的前高級官員 子女或者我們的行政處長全部都是讀IB的 部長 多謝主席,多謝議員的提問 那些子女在哪裡讀書呢? 這個是挺主觀的決定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我又不會覺得主觀還是不覺得 通識是唯一一個考慮因素讀或者不讀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很重要的部分 這是香港新學制的主要成分 當然我再強調,我們剛剛推了幾年 還有很多的經驗 CG的培訓不斷要加強等等 這方面我們都是要做的 根據很多其他地方給我們的意見 事實上來說,我們那個主體 整體那個通識課程的設計 是得到很多的欣賞的 但是我們要做呢 在執行那裡是要加強 是要不斷地優化 這個就是這個課程裡面要做 很多持份者都有很多新的經驗 我們用這個事實 收集他們的經驗是怎樣去優化 不是純粹是口頭上的優化過程 是有問題的 是在這方面 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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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